今集我們要講的是關於遊戲界一個你可能經常聽到 但又不是真的那麼了解的主題 就是 Capcom 的 RE Engine 對比 Unreal Engine 5 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優劣? CAPCOM 的 RE Engine 第一隻用它的遊戲是 Resident Evil 7 Biohazard 這個 Engine 的名字其實不只代表 Resident Evil 它全名是 Reach for the Moon Engine 為什麼叫 Reach for the Moon? 因為 Capcom 的目標就是要做一個夠美、夠快、又夠靈活的引擎 好像新手摸到月亮那麼誇張 無論是 RE 7, RE Remake 還是 Resident Evil Village 都是用自家引擎打造 同時其他公司多數用 Epic Games 推出的 Unreal Engine 特別是現在熱到爆炸的 Unreal Engine 5 光追、Nanny 多邊形迫真道 各樣都是頂尖技術 RE Engine 和 Unreal Engine 5 比有沒有得夠? Unreal Engine 5 的強項在於通用性和開發效率 任何開發團隊都可以拿來使用 支援功能非常全面 但是 RE Engine 的強項就是針對 Capcom 自家遊戲進行深度優化 RE Engine 的效能很高 就算在舊世代主機上也能夠跑得很流暢 遊戲畫面又保持高質素 尤其在燈光和人物表情方面做得 Jason 出色 Capcom 更在之後推出了 RE Engine 2.0 的版本 主要是為應對新一代主機和 RTX 顯示卡 雖然官方沒有正式大肆宣傳 RE Engine 2.0 但有關技術文件和開發人員訪問都提過它是一個大升級 新版本加入更多支援光線追蹤 環境破壞物理 以及更加真實的無法模擬技術 不過 RE Engine 並不是 Capcom 第一個自家開發的引擎 在 RE Engine 之前 Capcom 曾經有一個 MT Framework 的引擎 MT Framework 的 MT 代表 Multi Thread Meta Tools 以及 Multi Target 這個引擎最初是為了 Dead Rising 和 Lost Planet 而開發 後來成為 Capcom 的主要引擎 MT Framework 在 2006 年首次推出 之後被廣泛應用在 PS3, Xbox 360 和 PC 平台上 用 MT Framework 開發的遊戲 包括 Resident Evil 5, Resident Evil 6, Devil May Cry 4, Dragon's Dogma, Monster Hunter World等 但隨著遊戲技術的進步 Capcom 在開發 Resident Evil 7 時候 覺得 MT Framework 已經無法滿足他們對現實感的追求 所以他們決定開發一個新的引擎 就是 RE Engine 除了 Capcom 另一間遊戲公司 Naughty Dog 也有自己的內部引擎 Naughty Dog 的引擎沒有正式公開名稱 大家通常叫它 Naughty Dog Engine 這個引擎最初是為了 Uncharted 系列而開發 之後被應用在 The Last of Us 系列上 Naughty Dog 的引擎 著重於角色表情、動畫和劇情演出 令遊戲有電影級的體驗 他們和 Sony 的 Ice Team 合作 進一步提升引擎效能 發揮 PlayStation 主機最大潛力 說回 Unreal Engine 5 它是由 Epic Games 開發的次世代遊戲引擎 帶來了多項創新技術 包括 Naughty 虛耳幾何體技術 令開發者可以使用超高細節模型 而不會影響效能 還有 Lumen 動態光照系統 提供即時全焗光影效果 畫面真實度大大提升 除了上述三個之外 現時還有很多其他遊戲引擎都很受歡迎 例如 Unity 、 Cry Engine 、 Goddor Frostbite 和 Source Engine Unity 就是最多獨立開發者用的引擎 手機遊戲例如 Pokemon Go 都是用 Unity 做出來 EA 的 Frostbite Engine 應用在 Battlefield 系列 還有 Cleaver 系列新作 希望幫大家搞清楚什麼叫做開發引擎 為何不同公司會有不同選擇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請按個Like 歡迎訂閱讚好留言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到處理論 我們下條影片到處理論